品 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念水啸 第449章 脸药 我看你这几天一直在花园观察 看样子你对种花很是喜欢啊 微知识人还在远处 声音已经传了过来 莫无忌闻声 赶紧从一株枯叶黄边上站了起来 对微知识一抱拳 谦移地说 啊 我因为被这里的各种各样的花草吸引 所以一时望了去微知识那里 还请微知识见谅 微知识摆了摆手 无妨 这些小事而已 呃 对了 我听千山大人说你是个花匠 今天是来问一下 你会不会炼药啊 炼药 莫无忌微微一争 他现在的身份不过是一个花匠而已 炼药是属于炼药师的工作 就算是在仙域 也应该比花匠的身份高贵得多吧 微知识为何要询问他一个花匠会不会炼药呢 见莫无忌疑惑 微知识解释说 如果不会就算了 我是因为你来时身上有灵草的气味 这才随口问一句 看你对这些花似乎也颇有心得的样子 这样吧 你明天来我的住处 我帮你划分一块花地 由你来专门照顾 莫无忌心里一惊 当初他从温联西船上出来的时候 刚刚提炼过巴鲁真虚丹的药材 没想到微知识一个管理花园的管家 还能注意到这等细节 并且还留心记了下来 这个微知识不是一般的寻常管事那么简单呢 我倒是会脸之一些药材 就是提纯的精华纯度尚不是非常高 莫无忌连忙说 他肯定不会在这养花 有那个时间 他还不如找地方寻找修炼资源 然后闭关修炼呢 因为不知道微知识是什么意思 莫无忌保守了一些 听到莫无忌说自己会脸药 微知识大戏赶紧问道 那你提炼出的药材能达到几成精华 莫无忌微微一笑 应该能够达到八成以上吧 如果单纯的提炼灵草 莫无忌估计自己能达到九成九以上 若是用青金之心很可能达到十成 仙灵草莫无忌没有提炼过 但他估计八成应该没有问题 够了够了 我安排你个新的事项 为百花山庄提炼药材 这个可比花奖有钱多多了 虽然累些 远凤也高了十几倍呢 微知识激动地说 莫无忌有些疑惑 我们百花山庄不是种花吗 为什么要炼药啊 微知识黑黑一笑 炼药材是我们百花山庄的主要收入 种花只是庄主很喜欢 就算是这样 这些花里面还有很多仙灵草的 那请问提炼的都是些什么药材啊 莫无忌再次问道 如果提炼的只是一些灵草 他还真不想去做 如果提炼的是仙灵草 他就帮忙再做上一段时间 他现在刚刚来到仙域 用炼丹去赚取修炼资源 那是最好不过了 至于黑石 在没弄清楚之前 莫无忌绝对不会动 就算是弄清楚了 也会等自己有了一定的实力之后 再去动用 从一品仙灵草到三品仙灵草都有 月缝嘛 主要根据你提炼的纯度和提炼的量来计算 你放心 只要你能做得好 供你修炼足够了 偶尔啊 还有仙丹发下来呢 来 你赶紧先跟我过来 我带你去建一下贺管事 微知识说完 对莫无忌一招手 莫无忌跟在微知识后面 走出了花园 随口问道 微知识 你给我的那本书很不错 不过上面为什么全是花类啊 莫无忌刚刚来到仙域 对仙域的各种仙灵草一窍不通 现在他最主要的任务 是学习各类仙灵草 微知识随口说道 这是庄主整理的 庄主精通各类药材 对花类更是精通 这才整理出这本百花集 只要你能为百花山庄做出贡献 庄主会给你奖励的 到时候啊 你可以提出请求 说话间 微知识已经带着莫无忌 来到了那一大片的建筑外围的石门处 莫无忌的神念扫出去 当即就捕捉到了这石门外面 各种隐匿和防御进阵 进来 尽量不要东张西我 微知识对莫无忌招了招手 先行跨入了石门 莫无忌一进入石门 就感觉到背后的阵法关闭了 他的心里一跳 随即就安定了下来 现在他就是一个无名小卒 百花山庄要对付他 没有必要弄出这种阵势 在跟着微知识 转过两条交叉的石板路后 微知识停在了一个充满了禁止的门前 随后微知识便拿出了一枚玉牌 在禁止上划了一下 禁止当即被打开 一阵阵药材的香味出来 莫无忌跟随着微知识走了进去 在莫无忌的面前 是一个足足有净千平方的大厅 大厅里堆积满了各种药材 这些药材有七个人在提纯药材的药液 这七个人每人面前都有一个地活 莫无忌看着他们将提炼的药液 送入旁边的玉瓶里头 地活莫无忌在无痕剑牌用过 并不觉得很稀奇 这里的地活 除了比无痕剑牌的地活更强上一些之外 也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维吾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新来的花家吗 他会炼药 问话的是一名中年男子 莫无忌的神念略微一扫就知道 这中年男子应该是天贤修为 周身气势比寇原更加强烈 此人虽然气势很强 但灵蕴不宁 在莫无忌看来实力非常一般 以他现在的修为都应该能够轻松地解决掉 是 贺管事 我刚才询问了莫无忌 他说他会炼药 为之士恭敬地说道 说完他又赶紧对莫无忌说 无忌啊 这是我百花山庄炼药房的贺管事 负责百花山庄的炼药事业 莫无忌对眼前这中年男子一抱拳 莫无忌见过贺管事 贺管事微微皱眉 眼前这个莫无忌不但修为低 而且还不懂规矩 对他竟然是随手抱拳 难道不知道要鞠躬行礼吗 为之士似乎看出来贺管事并不太满意 赶紧一拍莫无忌 莫无忌 你赶紧找个地活口坐下 然后开始炼药啊 多谢为之士了 莫无忌感觉得出来 这个贺管事对自己颇为不喜 似乎要有赶他离开的意思 于是他赶紧先找了一个地活口 直接打开了地活 他一进来就看见了 这里全都是仙灵草 为之士说的没错 都是一级二级和三级的仙灵草 他就算是要走 也必须干一段时间 难怪之前温莲熙 要将他送到这儿学习炼丹了 这里就是学习提纯药材的最佳去处 如今面对这么多的仙灵草提炼 他又岂能放过呢 记住了 提炼中出现失误造成的损失 会从你的月缝中扣除 贺管事件莫无忌已经开始提炼仙草 他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只是警告了莫无忌一句 莫无忌抓起来的 是一级仙灵草仙源草 这种仙灵草 他在之前温莲熙给的玉剑中见过 不过他还没来得及提炼 玉剑就被千山给收走了 现在看见了他自然要试一试 几分钟之后 莫无忌就将这一株药材提炼出来 药液落在了旁边的玉瓶之中 贺管事看见莫无忌提炼出药液 惊一了一声 莫无忌看起来年龄不大 这提炼药材居然如此迅速 那手法似乎也很纯属 他似乎有点看走了眼了 莫无忌听到贺管事的惊一声 也是一愣 这贺管事这么厉害吗 能看得出来 自己提纯的药液到了九成 莫无忌刚刚想到这里 就听到旁边提炼药材的一名药师 放置玉瓶的地方 发出了滴滴的叫声 跟着就是红光一闪 玉瓶也被直接丢了下去 莫无忌明白过了 看样子是合格的药液就会进入玉瓶 不合格的就会直接报警 然后被抛开 看起来倒是有些像流水线作业 而他现在就是一个流水线的工人 贺管事韦之士 庄主有请 一个声音在门口响起 韦之士和贺管事连忙应了一声 他们走出大厅 跟着这声音慢慢圆去 这位道友 我叫望和珍 还会请教怎么称呼 贺管事一走 靠近莫无忌身边的那名炼药师 连忙开口 望和珍看起来年龄比那贺管事还大 头发颇有些花白 莫无忌略微查看了一下他的修为 应该是在地先境界 只是他的眼睛略显浑 还有些浮肿 显然不是一个修士应该有的 莫无忌将目光落在了他提纯的药材上 都是自己不认识的 看样子 这些药材不是二级 就是三级的现灵草 我叫莫无忌 以后还请望兄多多指教 莫无忌停下继续练药 对望和珍一抱全说 望和珍连忙摆手 不不不 莫兄炼药的手法比我强多了 我估计刚才莫兄那株先元草的纯度 应该达到了九成 虽然是一瓶仙灵草 但要提炼到九成精华度 也是极其困难的 莫无忌心里暗自钦佩 他刚才那一株先元草 的确提纯到了九成精华 他相信再提纯个几百株 就可以将精华度提升到九成九 只要到了九成九 他就准备提纯二级仙灵草 等到三级仙灵草 也能够提纯到九成九的时候 他就立刻离开百花山庄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留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进入此地后 一句废话都没有 直接开始工作的原因 旺兄 我其实刚刚出道 只能认识一些一级仙灵草 我看旺兄提纯的仙灵草 等级比我高 我甚至都不认识 这些仙灵草的名字 莫无忌抱拳说 他准备请教请教这个望和珍 你不认识银环文花 何望珍疑惑地看着莫无忌 就是其余的几个炼药师 也都是疑惑地望着他 竟然还有不认识这二级仙灵草 银环文花的炼药师吗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